Hitkies Keybodies在 band裡面 它是有分兩種 一個是叫 1st Keybodies 一個是叫 2nd Keybodies 所以 1st Keybodies通常都會 負責彈乾淨 然後 2nd Keybodies也是很重要 因為 2nd Keybodies 它會玩很多不同種的聲音 比如說好像小提琴 吹フルーツ 或者是喇叭那些等等 所以两个Keybodies的功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感情在 band 里面就 可能我可以说是音乐方面比较会空吧 就是没有这样敷啦 我的声音没有这样敷啦 我的意见啦 我都是看那个音乐是怎样的 如果音乐只是要吉他声也ok 其实简简单的也可以做到 比如说苏清歌啊 或者是只是歌手一个 然后只是感情也可以做到 成为一个 pianist 要很会side reading 就是没有时间练的 就是阿根尼普 你要able to read and play 你要会读音乐 然后你 when你读音乐那时候 你要会 去express your own interpretation 我们讲 可能 月老会看东西不同 我也不知道 因为将来的东西 我们很难讲 尤其是做音乐很难讲 我也是没有后悔啦 是因为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乐学 其实也是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不只是音乐 尤其是做好自己啊 看人生活啊 人生啊 是看法也不同 所以是 是没有后悔啦 在电视频上 里面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